前文再續 輸接上一回 現在講到趙康人空前迅速地佔領了徐州 將整個江北戰場的格局全部打亂了 藍塘的咽喉重鎮壽州就已經完全孤立了 這個時候 不理壽州裏面的流人尖還有多少堅守不破的決心 其他的人都開始對他絕望 試想一下 以整個後州的兵力加上後州皇帝親臨之威 再加上四景完全素平的態勢 還有什麼理由可以保持信心呢 絕望的人中間就包括了藍塘的皇帝李景 這時候李景有些後悔了 真是有些看少了柴榮 如果在戰爭的初期也預駕親征 會不會就不會有現在的局面呢 當然 這個也是一種事後的探飾吧 歷史證明 藍塘在近年裡開疆托土 李景從來沒有親臨過前線 和他動一下就披肩持續親致衝鋒陷的柴榮比起身 他的品味就高很多了 更加像是一位運籌為鴉的高人 從來就不送上一刀一槍的匹夫之勇 於是在這個緊急的關頭 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時 而且是絕對理智的事 其火候的拿捏還欺負到好處 不早不遲 令人沒辦法不佩服 李景就決定談判了 現在已經是談判的最佳時機了 之前不行 是因為形勢還沒有真正的惡劣 如果搶先去和談的話 馬上就會掌他人的志氣 而滅自己的威風 戰局很可能就會迅速地惡化 但現在再等也絕對不可以了 趁壽州還在手裡 這個就是談判的籌碼 如果壽州一旦丟失 柴榮就算是他的親弟弟 都沒得談的了 李景就派出了南唐漢林若學士 中獲李德明 來到壽州城下 他們代表李景 就帶來了說話給柴榮了 哈哈哈哈 現在貌似你們贏了 恭喜 恭喜呀 但是戰場上面 變數是很大的 我建議 基於打仗無非 都只不過是為了錢 錢 我直接 就給你的錢 你拿錢就走人把 我們當這些事 什麼都沒發生過 怎樣啊 啊 一般來說 按照在五代十一國這些年裡的慣例來看 柴榮應該很高興地回答才是 說真的 除了這樣 還可以怎樣呢 難道還真的想 就此一統天下 小心做得過分 不如現在見好就收把 可惜那時候的通訊設備 實在太差了 李景就沒辦法 跟北漢取得聯繫呢 如果他可以問一下劉宋 就不會犯這個錯誤了 因為 他不知道柴榮 另一個顯著的性格特徵就是 不達到目的 絕不罷休 柴榮的答覆 令到這兩位漢林先生 非常之廢解 他不說 同不同意 收不收錢走人 而是詢問了一下 南唐的國父是在哪裡 坐落是在什麼地方 有多少的庫存 然後 他又另轉向四周的將士們 大聲地宣佈 拿下金陵 南唐的國父 就是你們的掌金 後周的將士 一瞬間就熱血沸騰 寬天雷洞 這個根本就不是錢不錢的事 而是 你打工 真是太痛快了 跪下 萬歲 我們一定要贏的 南唐文人 中莫和李德明 見這樣的情況 嚇到面無人色 談判就這樣破裂了 不單止這樣 柴榮還進一步地辜負了李景的好意 南唐人的錢僵 剛剛走出去 他就立即命令 一員大將韓明昆 向揚州出發 自古揚州 多錢糧 韓將軍 你和我把揚州攻下來 免得給李景這個混帳 看少我們窮 拿這麼多的錢 就想打發我們回去 韓明昆 顯然就被撻著了 他不單止迅速地攻下了揚州 並且一鼓作氣 擴大了戰果 將附近的泰州 也順便攻破了 有時之間 江北重鎮 有一大半就已經落入了後州的手裡 看來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 現在回徐州城裡面 這時候的趙康印 已經成為了徐州城裡面的城管 沒辦法 他不管 還有誰管 軍民人等 街市農堂 乃至於小商小販 或者是強盜匪徒 他都要管 這個就真是麻煩 這麼大一個徐州城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這個令到年紀輕輕 習慣快刀斬亂華的趙康印 是一個怎樣的繁智呢 更好 柴應就充分地體諒了趙康印的難處 被他及時地派來了一個人 將他從雞毛蒜皮的小事裡面解脫了出來 這個人 這個人 姓趙明普 是個年紀 稍為比趙康印稍大的書生 就好像個名字一樣 這個是一個沉默寡言 臉色平靜 外表一點都不出奇的普通人 他的履歷也都非常之簡單 之前就是大將劉慈的苦中莫了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幕後的 不為人知 劉慈在高平之戰 立下了大功之後 很快就死了 臨死之前 鄭仲尚為表 將趙康推薦了給皇帝 柴應就已經有太多的人才了 他將趙康就派給了趙康印 歷史記載 當日趙康印正在心煩意亂 他的手下 逐了一百幾個趁火打劫 擾亂治安的匪徒 夾夾了一百幾個 試想一下 一個一個去審 要審到牛年馬月呢 何況就算他們每人只是作一宗案 每次傷害一個人 這就是多大的危害 趙康印最討厭就是這些人 對傷害平民百姓的匪徒 絕對不會手軟 為了殺一警白 他就命令 好像在戰場上一樣簡單有效 拖出去 全部給我斬首 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聲音非常平靜的說 將軍 在混亂之中 逐到的強盜 其中一定有很多是冤枉的 請你交給我 讓我審理一下 各位 趙康印有沒有將這宗案 交給趙普呢 就讓他考慮一下 請各位聽眾朋友 繼續關注